物資對於社會大眾來說 它會覺得我們很需要 但很確切的需要 並不是這麼的清楚 所以捐錯跟過剩 其實每個單位 或多或少都會碰到這兩個情況 就是我們自己在臉書上一幕 然後就來了雪片 Biter氣泡 即使我們說不用了 但是它還是持續一直人記 大概持續一兩個禮拜吧 前面的那一個控管 其實對於我們收到物資 我們就可以很快速的 運用這一批物資這樣子 所以它們像一個許願池 或像一個橋樑 幫助我們跟這些捐贈人 可以拿得上這個連結 陳嘉全是第一屆熱青年 協助機構募集物資 在過程中發現物資過剩 以及送錯的問題 於是2014年 它創立愛物資平台 媒合機構與捐贈者的需求 讓物資更精準地送給需要的人 就覺得說這些東西我放在家裡 都沒有在用 可是現在他們被這些人拿過去用了 就是有物盡洗用 他們物品的生命旅程就繼續下去了 就不會閒置在我家這樣子 其實在五月中疫情開始發生的時候 然後我們本來預計推動一些募集的專案 我們也跟企業的合作也是 剛好受到疫情的關係 本來談定好的一個合作的時程 其實都受到暫停的情況 會影響到我們公司一些 不管是收入還是一些服務的一個調整 疫情也造成社福服務中斷 更有許多個案沒了工作 甚至連飯菜錢都籌不出來 長期和社福單位合作的愛物資 緊急調整服務型態 推出防疫關懷物資箱 有烹調款、即時款 給予弱勢朋友最急切而穩定的幫助 那如果我大法國變成是 如果湊成是50 那蘋果也湊成是50 所以他們10加10可以再一箱嗎 好沒問題沒問題 好謝謝謝謝 好拜拜 拜拜 什麼是大法國跟蘋果啊 就是 因為我們最近在出那個物資箱 然後裡面我們會放那個常微麵包 所以我是在跟廠商確認說 訂購的一些輸料 因為我們準備要出下一批了 對不對 其實因為是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有經濟推出了新的一個服務 然後去協助就是在這次疫情當中 可能真的受到有一些波及跟影響的一些個案家庭 所以可能需要一些事務的補給我們就提供這樣的服務 其實我們現在都會安排每一週都要出貨 我們譬如說他們一些民生用品那些的情況都還好 但可能很多人真是因為他的經濟有一些困難 所以吃是最直接的 然後我們才安排說這個物資箱 所以我們現在挑的比較多都是兩款碰條款跟幾十款 依照他們的一個情況 然後做一些搭配 並 değildi 新的金融 一起來 幾年也有再來過一次兩次物氣的部分 那當然也是希望也瞭解到說 他們在這段時間 疫情的影響的一些的應變 想要多了解到他們的狀況 因為之前這邊都是學生做滿滿的 對 現在都是 只有一些準備 有音樂的聲音嗎 有聽到音樂的聲音嗎 有 那我們準備囉 撐住你的雙手 讓我看到你們的手 我們這樣子往外甩 有沒有 這樣子 因為視訊教學對於我們服務的智能障礙來講 白天的時候要記得起床 這滿重要的 要不然日夜顛倒有時候 他們的身體的功能退化的就很快速 好 背手 背手 就好 知道嗎 正前啊 你的手咧 正前 台灣福氣社區關懷協會 長期在台中陪伴獨居和失能長輩 以及關懷身心障礙者 疫情爆發後 不只照顧變得更加困難 也讓許多關懷對象的生活陷入困頓 還好 有愛物資的物資箱派上用場 你自己去看好不好 你現在有在家裡 我今天有帶東西來 你今天要吃什麼 你今天要吃什麼 你沒吃 他知道 因為前幾天我打給爸爸 爸爸都 爸爸剛才都在外面 他知道 他就在家裡 他 沒休 對啊 我知道 因為最近這樣 沒休 生意也不好吧 不好 等一下 你要幫爸爸把這些東西拿回去 知道嗎 那些東西有消化 對於弱勢家庭來說 他們出去參加很多社福團體 或者是一些民間單位的活動 他們有時候都可以拿到便當 或者是可以拿到一些物資來抵一餐 可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都在家裡面 他們的收入當然就變少 然後再加上沒有辦法參加活動 那對於他們來說 其實這些物資 沒有更多充足的錢去買東西吃 對於他們來說是有影響的 隨著農曆七月到來 每年中原普渡後 會產生大量貢品 以往廟方會送給有需要的民眾 今年因為疫情 民眾希望減少接觸 又能做普渡 艾烏茲因此推出 中原祈福波比鄉 幫忙代買 代拜 代捐 滿足民眾心理 又能將貢品 精準媒合給需要的單位 我們這個專案叫 中原好友愛 然後中原祈福波比鄉 其實我們這幾年來 在中原普渡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就是很多的貢品 拜拜 所以我們這幾年來 其實都有幫忙大家 去做一個普渡貢品的媒合 像這種普渡物資 其實它的數量很多 然後這些東西其實 其實基本上也不會一定是 以工藝單位需求為主 所以常常我們很多捐贈的 都會每合一些餅乾啊 零食啊 那在每合上面的話 我們只能找一些特定的工藝團體 是有這個需求的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這一次的波比鄉 在所有的數量跟品鄉上面 都是我們能掌握 那我們也可以理解到 就是工藝團體是 即時需要的東西 我們才把它放進去 這個米的部分呢 我們這是真空包裝的 花動小農的米 罐頭的部分呢 也是非常適合做早餐啊 那最後這些所有的物資 我們都捐贈給台中的好木人 然後全人關顧協會 然後去做後續的物資的捐贈 那這些物資捐贈出去之後呢 他們會提供這個 共餐的據點 給一些獨居長輩 時事長輩 或是一些長輩 他們家中不方便出門 他可以共餐送便當 給他們去做小鳥 因為剛才是基督 他也是為社會服務的嘛 這個基督 他們這些比較艱苦的人 他們比較了解 那廟房有這些 比較艱苦的人 沒有了解 我們不知道 所以他們比較了解 這樣 屬於三種的人 讓他們去分配這樣 為在台中 好木人全人關顧協會的良善方 是這次中原祈福博弊鄉的售贈單位 其實良善方它是從社區共產 擴大延伸做到長照便當這樣子 然後所以我們就是會收取一些NG品 或者是說賣不完的蔬果 一些大家的愛心物質 然後再把它變成我們這個便當這樣子 那也確實真的會有人 都是捲贈一些不好的東西 或者是甚至是過期的商品 當別人已經 都已經好不容易走上我們了 可是我們也沒辦法去拒絕別人的愛心 所以像那種東西的話 其實我們確實也真的 花費蠻多時間在倒垃圾這件事情上 除了煤盒物資 家全也時常在拜訪工藝團體時 一起參與他們的工作 想更深入了解第一線服務的真實處境 也更清楚物資是否發揮應有的力量 都可以嗎 都可以嗎 不要寫加飯就可以了嗎 是這個嗎 隔壁那一刻是嗎 因為的確的是很多的民眾 或是很多的社會單位 在這一波的疫情 然後他們的生活 他們的照顧 他們的服務 都受到了充分 然後那我們希望說 對於一個物資媒合品牌 那其實這應該是我們很多發揮的機會 阿伯 變通 看起來 在這一段過程之中 其實我們 其實對現在的我們來說 我們把愛物資重新定位是 找回人與屋的美好關係 以前我們只是單純是把物資捐錯跟過剩 這個問題解決 可是我們覺得 人跟人之間的連結 其實可以透過物資來做創造 不管我做這件事情的結果 是成功或是失敗 但我會後悔我自己沒有下去做 就是怕後悔這件事情 因為你會想像得到就是 我看到那個報紙 怎麼又這樣子呢 那如果當初我下去做 是不是可以改變這件事情 就會覺得 不管最後我有沒有成功或失敗 但我會覺得我後悔也沒有採 跨就去那裡